来台旅游遭到色问奖下药性侵的韩国女大生回国后亲笔写信还原事发经过 并且提出质疑还惊爆被韩女子恐怕将近十人 下药侵害韩国女大生的无良占性问奖遭收押 被海女子亲笔写下事发经过 问奖请喝优落乳但是喝下第一口就觉得苦苦的 问奖还说是因为草莓跟牛奶混在一起才会有点苦 随后三人昏睡 到了士林夜市后只有一人下车逛夜市 在上车时珍惜男子脸色大变态度冷漠 回到饭店三人昏睡 韩国女大生清醒后越想越不对 到超商买一样的优落乳 喝下后味道完全不一样 这下肯定当时的饮料被下药 女大生信中控诉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 半夜打电话给韩国在台代表处人员 对方竟抱怨大半夜还打电话 也无法及时提供翻译人员协助制作笔录 事发后回到韩国更没消没息 案件曝光透过网络社群讨论 被害人陆续增加将近10人 而且有人手中握有饮料遭下药的影像 事发后Jerry车队宣布解散 但被害的女大生指控 车队继续经营 而且还公布驾驶通讯软体的ID 其中有无辜车队遭到牵连 其实我们是已经不在这个团队里面了 因为昨天有一组客人告诉我说 他其实订了JerryTaxi Tour 我听说JerryTaxi Tour已经解散了 他说跟他接洽的人说 我们是换了名字 有继续在营业 前真日车队的发言人对于指控不回应 韩国女大生亲笔手写信件还盖手印 跨海抗宿台湾森温假 鼓起勇气就是希望不要再有受害人 记者阿公亚麦寿紫阳跳不动